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月17号晚上从281项64号起一楼 包括公庙及仓库共事间店面都被吐石侵入 有住户说昨晚一个小时连崩三次真的好可怕 你们有看到这次二楼我们是坐二楼边间全部都差不多回了 金融市长林又昌再次冒雨前往看灾 并向受灾民众说明灾后处理方式 包括真派运土车加快土石清除进度 同时在左右两边各里出水路 引导山水降低山坡含水量 避免灾情继续扩大 清理的动作已经在进行 那我们已经确定 今天先把水路先倒开 那不要让这个坍塌下来的这个泥土层 含水量一直处于一种饱和的一个情形 那今天会先处理我的右手边的这个区域 那明天会处理左手边的区域 那让水能够尽量的流出 然后争取时间 然后让后方的土层能够比较稳定一点 那另外就是这个地方 因为旁边还有可能有这个坍塌的这个泥土层 所以还要进一步的观察 如果雨是持续的大的话 它还是有可能会坍塌 所以后续的话 我们还要跟地主也要进一步的一个协商 也就是后续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规划设置一个沉沙池 才有办法把整个危险的一个因素把它排除 至于软软界281项受灾住户安置问题 金融市政府方面强调 江市受灾户需求价以延长 请住户不用担心 灾害救助金部分 则由软软区公所派员进行调查 符合资格者会紧速发放 希望烧解受灾户燃眉之急 另外金融市长林又昌 10月17号傍晚也到华星一路查看贪方状况 由于这条居民唯一连外道路道路中断 10月18号消防局以能力方式 将受困里面的洗身患者搬运出来就医 林又昌表示包括僻肩便道等灾后附件工作 将等雨室缓和后紧速进行 还在里面的一些住物因为用水跟饮食 粮食的部分都充足 所以基本上生活上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已经从旁边开辟一条 人可以走的一个便道 所以通行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 那同样的也是必须等到七堵山区 雨室烧歇 那那个地方的一个路基差的办法进行 重新修复跟复原的一个动作 而在七堵区东新街143号营造厂及公流旁 也发生了大面积的土石流 多部机具遭埋 还好10名人员及时逃出 另外暖暖东市街旁 也发生了土石崩落等灾情 立法委员蔡世英一一道场开灾 居中协调军方支援 大范围的土石流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这里是基隆市七堵区东新街143号 营造厂及临近公流 因为雨势不断 10月17号晚上发生土石流灾情 幸好现场实名人员及时逃出 不过有许多机具遭埋 业者损失惨重 这些政组单位人不能帮我 是帮忙把那个土方赶快清出来 让我解救那些重型机械在里面 因为我里面就有四台怪手 有十三台三顿半 然后还有五台大车 还有轿车四台在里面 我几乎整个一两千万的投资都在里面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立法委员蔡世英得知后 前往未问周遭住户 并请国军来协助清理土石 同时也邀请大地工程祭司 评估现场是否有持续崩塌的危险性 厘清水土保持的问题和养护的责任 第一个部分我们请我们的区公所 市政府跟军方 联合尽数把整个灾区范围的 滋留的部分 先清除谈禁 让我们的这个居民 在生活上能够恢复正常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也有请市政府 赶快联络嘴宝 集市团的顾问们 来到现场 来评估后续的安全状况 是已经编波 已经达到稳定了呢 还是持续崩塌的一个危险 那第三个因为我们刚才了解一下 初步了解这个土地所有权的 政府有持续崩塌 这个我有联络国灾区的部分 请他们来现场来了解 这个土地管理的状况 那务必要把民众生命的财产的部分 以及我们的这个山坡地的盆核的部分 这几件事情 我会要求他们清楚 把快点时间完成一个工作时间表 然后把这些相关的时间把它完成起来 另外在东四街133-1号旁 也发生土石坍塌阻碍东四坑溪河道的情况 幸福华城最上层则有大量砂石堵塞排水沟渠 形成路面浸流 赛事应也逐一前往会刊 并请大地工程济师提供建议 包括东四坑溪河道输菌及边坡整治 幸福华城部分则清理排水沟两侧土石 并在三侧加装防护网拦截土石 那林务局刚才要表达说这个面积比起上一次更加的扩大 那他们会竞速在两 我有要求在两周内完成整个案子的核定 然后最后最后请他们这个大地祭司来做后续的工程的测量 那里面比较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他已经严重的侵蚀到河道 造成了河川的改道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在跟市政府的河川科协调 就河川的部分也要重新来输菌整理 配合着冰颇整治 而才能够让这个地方能够解决 避免我们的民众的生命才能受到影响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而这场受到宁杀台风及东北季风共办效应的影响 大雨袭击金融市 以七堵区华新一路道路崩塌 东新街走山及暖暖区280一项土石冲入民宅的灾情最为严重 市议员在这一届市议会最后一次会议中紧急质询 市长林游昌也表示已经先进行了各项紧急抢灾和救灾的工作 受到泥沙台风以及东北季风共办效应影响 大雨袭击金融市 其中又以七堵区华新一路道路崩塌 东新街走山以及暖暖区281项土石冲入民宅的灾情最为严重 七堵泰安路也传出灾情 因此七堵和暖暖两区的市议员在议会紧急质询 华新一路150号整个我相信是全国瞩目的 整个道路都中断了 里面还有洗胜的一位洗胜的一些市民 135要洗胜 所以它已经造成很多的不便 至于它怎么来 这洗胜的怎么来接送它 我想相关单位要报告 第二点还有我们东新街的 150号附近的整个走山 把所有的十几部的车辆放在那边 全部都把它掩盖了 这一些市政府相关单位如何来组织 281项那边是我们来人最严重的部分 那昨天也有那个蔡立委也有到现场 那他是说做一些工作的分配 就请这个区公所 什么做一些什么那个帆布的 先做什么防御这些 我想这一次灾害出来 这次区公所没有办法能够有能力 负担这些这些的 那请市长也在这边裁决 就是说是不是也动用灾害预备金 然后好好把这些的灾害处理 那至于地方上的 好比说区公所是没有能力处理一些事情 也请市长我们多关心我们 281项不是今天才发生 我们看到的那个 这两天看到那个土石流 其实十多年前就发生过一次 非常严重 我印象中应该是纳立的期间 纳立之后又发生过一次 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 是基隆市政府其实面对土石流 或浅市区域或社区 其实是没有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列管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应该要优先处理 江子遼山太安路 好像是在125号 就是往江子遼山 那个山崩非常的厉害 而且那个真的非常严重 那是不是针对这个案子 我针对这两天这个 我觉得我们市府 是不是要到我们江子遼山去一趟 针对这个未来这个检测这个部分 一定要严格的把关 市长林又昌大巡师表示 已经先进行各项紧急抢灾和救灾的工作 一个是就市政府在救灾 或者处理灾情的部分 以先维护市民的这个生命安全 为最优先的一个考量 那另外当然有一些 这个农道路等等的一个摊方 那我们市府同仁也都有这个进去处理 不过因为昨天这个雨都还持续在下 有一些地方路段你做了清理之后 它还是继续的一个 这个有土石的一个滑落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公众处还有区公众处同仁 会是限定的一个情形来做处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提到的相关的一个个案的部分 市府的同仁也都进驻去做处理 包括在华新一路 我个人也亲自到现场去勘察 那昨天在罗南街281项这个地方 我也跟几位一座逐户的去厘清一个状况 那在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呢 消防局跟公务处 我们会先利用无人机 把这个农产街后方的一个同事坍塌的一个状况 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确认 因为如果没有确认它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相关机具还有人员进去的话 反而会有这个生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疑虑 那至于家户的清理的部分 昨天晚上我也亲自到现场 家户的内部的一个清理 我们会来协助 垃圾的一个清运 我也只是这个环保局这边 协助民众来进行清理 那后方的土石坍塌的一个部分呢 可能必须要等到今天厘清之后 可能要先做边坡的一个稳定固定 那因为它的进出的一个动线 是比较不好 所以未来如果要做边坡的时候 大型机具要进入 必须要可能要开辟 变道才能够进去 然后另外就是 最近这几天不能再下雨 再下雨的话 它上方的这个滑落层 有可能还会继续滑落 所以这个都有待等一下专业的一个鉴定 那至于张个人员一座提到的 那个东兴街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今天的白天的时候 就会进去协助处理 虽然雨市有逐渐减缓的趋势 议长蔡旺连也呼吁民众 近期内千万不要到山区 因为土石含水量饱和 避免发生意外 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灾情不只是土石流 还有我们的道路崩塌 道路崩塌一定会危及到 我们的交通的便利性 有的是利用这个产业道路再进出 结果现在显示 有很多地方它是道路崩塌 还有甚至有路基 塌陷的 这个我想市政府一定要 一一的去研议办理 那至于土石流的方面 我们目前已经也呼吁了个 请求我们国军 在协助这些土石流的轻运工作 现在已经尽数我所知道的我们市府 各单位各职所思现在几例都在抢救当中 那最后我也在这里呼吁市政府也好 各位议员同仁也好 呼吁有住在山区旁边靠近临近山边的或是没事到山区去走动运动的人最近最好远离山区因为 所以这几天来很多山的泥土含水量都饱和 还会发生会有土石崩落的这个现象 这个一定要小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国内的原物料上涨 担心学校一样午餐是否跟着缩水 基隆市议员陈宜在市政总质询中 就希望教育处多了解学校的菜色供应 教育处说相关的补助补贴都在进行 希望孩子们都能吃得营养 国内原物料上涨 担心学生营养午餐菜色也跟着缩水 市议员陈宜在市政总质询 替家长发声 营养午餐的部分 那现在在我所的信义区的深美国小 他们现在的营养午餐 他们吃得好吗 因为原先呢就是也有家长反应 就是因为原物料上涨的关系 所以导致他们觉得是小朋友觉得啦 回家的时候当然是妈妈煮的比较美味 都是在嫌弃学校的营养午餐的菜色 那现在关于就是全市基隆市的 就是有提供午餐的部分 那现在是有没有做一些改进 针对物料调整 市政府教育处说相关的补贴措施 市政府都有反应在学校的菜色上 因为原先我们的这个午餐的费用 大致上是39点一块 那中央会有补助三张EQ的费用 大概是从6块 现在已经调整为10块 所以原则上菜色应该会相对丰富 另外呢市府这边也考虑到 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形 在市长的同意下 我们也这次 这个学期 我们要额外补助他的 乳品跟水果的费用5块钱 另外配合农委会这边的政策 如果我们供应时班约的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会达到这个一餐达到62块的这个费用 那第二就是说 先前这个小朋友午餐吃的 先前可能会有一些抱怨 那个可能是因为 深美国小先前是在进行这个午餐厨房的工程 那现在厨房工程全部都已经改善完毕了 那我们先前也特别到 上个月也特别到深美国小现场去看 那厨公们都认为说 现在的环境也很好 那我们也有现场吃他们的菜色 那认为我们的菜色应该是可以满足学生的需要 那另外呢 如果学生还有任何的反应 觉得菜色不好的话 我们也会组成一个小组来入校辅导 另外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 我们的三海神厨的一个竞赛 那这个竞赛我们也是以营养午餐的这个费用跟菜色作为基础 那希望说评选优胜的这些得奖的这个学校的橱公的菜色 我们也可以推广到学校里面去 此外 陈衣也亲自到深美国小和孩子们一同用餐 听取孩子们的意见 我在今年三月的时候也有到就是深美国小跟他们一起共餐 其实小朋友跟我反映的是他们其实喜欢吃的是咖喱饭 还有一些炸鸡排 炸鸡块 希望这个也之后可以放在那个菜单里面 因为毕竟小朋友在发育的过程都是喜欢吃 他们喜欢的吃的东西 然后希望是在 处长你在内部在做调整 看看能不能就是有时候会让小朋友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意大利面 那些都是小朋友会很喜欢的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道 此云寺药室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钥匙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木科解王的辉鸿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钥匙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一次钥匙佛店参拜 感受发喜 辛苦了 李总要租的五台车应该准备好了吧 哇 生意这么好 咦 今年下半年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缴了吗 放心 只要使用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APP 扫描缴款书上QR Code就能轻松缴纳 还有其他医化及多元缴纳管道都可以缴税哦 多元缴纳管道正便利 111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 智慧搅难 看安心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此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许席于精心雕刻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第十九届第八次定期会中 市议员秦真关心基隆的交通 争取长庚医院捷运站 还有捷运应该要延伸至基隆 安乐区有基隆市最多的人口 每天都有最多的通勤上班族 长庚医院大楼也是大基隆地区 每天最多建出的建筑物 每天约有一万人 于情于理都必须设立一个长庚医院的捷运站 捷运从巴都到基隆之前 这途中还有一个基隆市人口最多的安乐区 没有捷运站 只要是市府能够做的 或者是这个只要有机会 我想我们都会去尽一切力量去努力 基隆二三路现在的掉坡车道的这个做法 都是我们警察局在做嘛 那陈伟将军你刚到任 你知不知道这个掉坡车法 目前你们实施的结果的感觉是如何 在实施掉坡车道之前也跟高工举跟敲动处开过很多次会议 那因为都就是限于地理环境还有这个路行的关系 可能就成如成员讲的可能还有一些工程技术方面的协助 所以希望说局长这方面你多多留意多多注意一下 请我们高工举那边能急速的做相当的一个回应 我们的福利业区一直标不出去 你们上次说要去台北参加了一个什么说明会是不是 那请你说明一下我们福利业区到底是什么困境 而是无法做有利的一个所谓的委外 这个招商过程里面的话 有一次是没有人投标没有错 那另外两次的话是有人投标 但是在整个评选结果他不是最优申请的 那我刚刚我之前有说过 我们不是为了出餐而出餐 因为后面的话这个涉及到整个照顾跟相关权益 这个特举年限长达50年 所以我们会特别谨慎 那我们整个及格的分数标准把它拉高 我想这个是其一 就我们挑选厂商 那其二的话从厂商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是当然这一两年的那个原物价的 原物料价格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在整个财务因素上面的一个估算 我们这边跟他们不同的厂商的估算 其实有点落差 那当然相对来讲的话 他们也会比较保守一点 比较保守一点 那当然这东西需要一些沟通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 标规的一个检讨跟整理 那希望说能够让彼此的一个差距 能够更慢慢慢慢的这个拉近 那照理讲说我们这个福利延续 可能无法在这个短期之内 有一个所谓的答案 在十月的时候会看到结果 我想过去的八年来 这个秦英议员跟我一起共事 相信你也了解 不管是我个人 还有市政府所有的局处首长跟团队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还有精神在努力市政 然后也非常谢谢秦政议员 刚刚给我们的一些指点跟指教 那也成为你刚刚在说的 这个有建设性的可以做的 我相信我们局处首长都会 这个非常愿意来这个向前来推进 云街万圣节 竟有一间新开幕的饭店业者 特制了搞什么鬼万圣节套餐 以及万圣节的专属房型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抢供商机 买买一桌子的万圣节大餐 有装点成栩栩如生的眼球沙拉 黑暗蜘蛛网的南瓜浓汤 还有黑色血滴籽 乌鱼海胆 墨鱼面不论视觉味觉 都营造恐怖氛围 用了细节的海鲜 然后搭配海胆酱 然后搭配现有的乌鱼籽 然后所搭配出来的菜 第二道的话我们眼球肉流的话 我们搭配我们主厨特调的肉酱 然后搭配我们的牛肉丸 跟猪肉丸做成的肉球 迎接万圣节 金融八斗子一间饭店 将餐厅变身成捣蛋鬼的城堡 每个角落都有万圣节应景的布置 邀请民众穿上万圣节装扮 参加票选就有机会拿到餐券 提出的套装内容 除了含我们住宿有专属的布置之外 再来就是我们的餐饮的部分 我们有提供万圣节的套餐 这个套餐有四样主菜可以挑选 而且在十月底之前 你只要报名这个套餐 我们还加码送秋蟹 另外我们这个套装里面 我们会含两张海科馆的票券 一张是智能馆 还一张是主题馆的票券 所以大家来这边旅游的时候 还可以顺便去参观海科馆 除了餐点 还有万圣节的气氛 楼上的房型也很应景 打开房间 各种恐怖装扮的布置 搭配超大的阳台 可以俯视八斗子鱼杠 谁说过完圣节一定要人挤人 那大家可以往外看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 一点点的八斗子的渔港 然后后面这边就是海科馆 而且这个阳台是 这间客房的专属的阳台 所以你可以带你的亲朋好友 还有带你的家人在这边享受 坐在这边 看你这边看星星 或者是看海 都是非常舒适的体验 在疫情复苏之际 业者大搞创意 邀请民众来 既用八斗子搞怪过节 要抢工万圣节商机 记者黄绍铭记录报导 近年来市政府整建 在校园内的图书馆 与社区共读站结合 设置比例不但全国最高 更高达51%的图书馆 对外开放 不少高质感的共读站 深获好评 其中地内国中图书馆 经过美学计划改建 启用一年多来 深受师生喜爱 以汉墨书方为名 极具质感 让人急速沉浸书箱中 这不是西巴克 也不是成品 而是地内国中的图书馆 以汉墨书箱为名 期许学子悠游浩瀚书海 我希望就带着孩子进来 就是他们有目的的 在做阅读这件事 那也希望透过我们 带他进来这个空间 让他感受到 这真的是一个 很适合读书的地方 那有一天他自己下课 虽然他们是辛苦的九年级 他们也可以下课 或是闲暇之余 他们也可以到这边 来做一点阅读 那我觉得阅读 其实是一件很自由 也很轻松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方式 跟作者对话 那这也是我希望学生 进到这里 可以感受到最好的氛围 不只是沉淀心灵的休息站 还融入了教学 更多功能 九年级孩子 刚模拟考完的作文 经过老师修改及建议后 孩子们讨论 查询资料 朝目标 六级分迈进 那为什么今天要进到 土书馆来 我其实会看到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从外形动作 步动 可是从到我不知道 那只狗到底喜欢怎样 红砖搭配默黑的梁柱 木植书架上 书本安坐 打上灯光后 让人纯粹其中 108年 共读战经费 如愿获得后 将平凡无奇的两间教室 打通成宽敞明亮的阅读场域 汉末书方 就是给我一个 很温馨的感觉 我看着看着就是 很容易就进入到 宇宙的 一对一谈话的过程 然后因为这边 氛围是比较平静 所以读书就是 很容易就看得很露民 这边读书氛围很好 就有一个很温馨的感觉 汉末书方是校园中 最漂亮的地方之一 因为汉末书方的环境 很安静也很宽敞 所以在汉末书方中 可以让我心平气和的读书 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就是有很多的书籍 然后可以任你挑选 然后位置也很多 就可以让大家都一起读书 一起享受这安静的氛围 我很喜欢汉末书方 带给我的感觉 它让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这里采观很好 而且书也很多 也散发了淡淡的书香 这里也是社区共读站 会开放社区民众来借阅 也会邀请讲师 分享基隆文史故事 更是学校老师开会 激荡创业的场所 还有与家长读懂 青少年新式的殿堂 透过这神奇的汉末书方 开启孩子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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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